今天晚上和你分享的文章 借米不借柴,借衣不借血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亲戚不共财,共财断往来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 关系再亲密啊,钱财上也不要马骨 古往今来,很多至亲好友 都因为金钱二字翻脸 只为财死,鸟为食王 在金钱面前,最考验感情 如果你珍惜一段感情 最好不要和金钱扯上关系 第二,不做中人不做宝 一生一世无烦恼 不做中间人不给别人担保 一生便不会有烦恼缠身 做中间人一旦出了事儿 两面不讨好,都会怪罪你 到头来,事情砸了,朋友也没了 朋友请你做宝,一定要慎重 不要碍于情面,头脑一热就答应了 三思而后行啊 第三,无钱羞入众,遭难莫寻清 平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有钱的时候,别人都来盘关系 没钱的时候啊,去投奔别人 得到的多半是白眼和嫌弃 人情冷暖,自古皆然 所以,一旦落难 不要总想着依赖别人 自立自强,才是最好的选择 第四,借米不借柴,借衣不借邪 借米是救济人 是为自己积福 所以一般人都不会拒绝 但是柴遍地都是 只要自己肯努力啊 都能去打柴 古人就穷,但是不就懒 不借邪是因为每个人的尺码都不一样 很难找到合脚的 加上鞋子要走路 给人弄脏弄破了,也不好还呢 第五,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 那些想有作为的人 一般都不自在 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天天自在逍遥 一般也成不了什么事 想要成大事啊 就得忍常人不能忍 第六 好儿不吃分家饭 好女不穿价实衣 好男儿不会指着分家的那点钱来过日子 好女儿也不会指着嫁妆过日子 要学会自力更生 自给自足 不能总是靠别人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来的心安 第七 是饭充饥 是衣遮皮 只要是饭就可以充饥 是衣服就能保暖 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而追求紧衣玉食 量力而行 保持节俭 莫要为了面子 丢了李子 第八 皮边伤肉 恶语伤心啊 炎凉三冬卵 恶语六月寒 身体上的创伤 可能是很快就能愈合 但是炎语造成的伤害 却不知道多久才能消除 一炎救人 一炎害人 说话一定要谨慎 炎多必施 能不说就尽量不要说 第九 猫鼠不同眠 虎鹿不同形 至同为朋友 到何为友 只有至想相同的人 才能成为朋友 这样的人目标行动 不会发生冲突 圈子不同 不必强容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朋友 相处舒服的人 才值得相处下去 朋友没必要太多 知己的有那么几个就够了 第十 不落海底不知大海深 不生子女 不知父母恩 不落到海底 是不会知道海底有多深的 没有生儿育女 也不会知道父母的不容易 世事得踏踏实实地 落在自己的身上 才能真正意义上地感同身受 一个人没有为人父母 就永远不知道 父母在自己身上 付出了多少 在历经养育子女的艰辛之后 才会明白 自己的父母 有多么的不容易 才能真正懂得感恩 懂得孝顺父母 以前的庙里 都有一些叫贵重的器械的 一个人进去 有偷东西的嫌疑 所以说 一人不进庙 两个人一起看井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 失足跌到了井中 会被误解 使另一个人推下去的 所以说 二人不看井 报树呢 其实是说的 抬树 三个人一起抬树 有一人会偷懒的嫌疑 所以说 三人不报树 独坐莫平栏 是因为 一个人独坐的时候 容易想到 一些悲伤的事情 坐在高处 也容易想不开 十二 先盯庄子 后细驴 先撒窝子 后钓鱼 想要细住驴啊 一定要先打好庄子 想要钓到鱼呢 就一定要事先撒好鱼儿啊 凡事 欲则利 不欲则废 任何事情 事前有准备 就可以成功 没有准备 就要失败 话说 先有准备 就不会 雌穷里驱 站不住脚 行事前计划 先有定夺 就不会发生 让自己后悔的事 十三 一瓶子水不响 半瓶子水晃荡 瓶中装满水晃不响 装半瓶的时候 一晃就响 充实的人 谦虚寡言 而浅薄的人 偏偏爱显示 夸耀自己 一个人 心怀一颗谦逊之心 才可以赢得 他人的尊重与欣赏 但更重要的是 人还可以在 这颗谦虚之心的 帮助下成长 进步 自我完善 获益匪浅 十四 小恩 惯贵人 大恩 养仇人 韩信因为 没有经济来源 在亭长家 蹭吃蹭坑了 好几个月 亭长的娘子 气不过 就不再 给他白食吃了 韩信 没东西吃 不得不去 河边钓鱼 河边洗衣的 婆婆 看他可怜 给了他一碗饭 韩信 发达之后 为了这一顿饭 回报给这婆婆 一千两黄金 而对照顾他 数月之久的 亭长家 却只给了 一百文 小恩 养贵人 大恩 养仇人 一味对一个人好 不仅不会 让人感恩 一旦你停止施恩 反而会 反目成仇 人心不足 由此 可见一半 十五 邓不离三 门不离九 床不离七 桌不离九 邓不离三 目瞪坐凳子的时候 长度以三结位 比如二尺三 是说 坐在一条凳子上 都是兄弟 有桃园三结义的说法 象征着团结友爱 门不离五 指的是尺寸 一般是以虎结尾 五代表着 扶林门的意思 床不离七呢 木匠只要在坐床的时候 尺寸都带个七 有夫妻和谐 同床偕老的意思 桌不离九 古代的周易 一般以八仙桌为主 无论桌子的边长和高度 都要讲究九 九的谐音是九 寓意者主人 代客热情 桌子上少不了九的意思 以上就是今天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 我个人还是挺认同这些道理的 而这可想说的话 你也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互动 我们都可以收到 打开这个文章 打开的文章 再笔 打开这个文章